走在东京上野公园 抬头一看 覆盖晴空万里蓝天的 是大片大片粉白色樱花 超美景色也吸引日本 不分国内外民众齐聚欣赏 举起相机手机 纪念这一刻 日本疫情解封 民众也在樱花树下野餐 赏音商机不仅是比 疫情期间大幅成长 专家估计甚至超过 疫情前水准 这是第一次我们来日本 我非常喜欢温暖和文化 我第一次在这里 能够在我们最后一天 实际上的玻璃孔孔 能够在温暖的玻璃孔 能够在温暖的玻璃孔 看到所有人都在外面 在外面的时间 今年疫情已经下跌了 所以我会在上海 我会在上海 日媒报道 经济学家公本声号分析 赏音为日本经济 带来近六千多亿日元 约一千四百一十三亿新台币 同时效应不局限在部分地区 而是整个国家 樱花季产业链俨然成型 从樱花绽放前 就有预测机构推估 樱花花季和盛放高峰 协助各产业 推动相关季节活动 同时也衍生新的服务商机 例如帮忙在赏音地点站位 以终点费用计算 或是外送平台 也能将餐点 送到指定野餐地点等 日本人为了春最大的活动 桜花细 变成了 専門家的资讯 花细 2个月的国内的经济効果 有约6,160亿元 周边商品也是每年必备 日本星巴克今年也继续推出 樱花季周边水壶 马克杯等商品 也有季节饮品 日本朝日啤酒也推出春季限定 樱花设计包装 专家表示 日本樱花商机创造价值 甚至是情人节 WBC经典赛都无法比拟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曾心敏整理报道